武僧伊隆 泰国之战 表现神勇 比赛结果却意外实力 既然不能输得明白 那么就要赢得漂亮 乌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陕西渭南战 伊隆对战 北东连特纳瓦 二番战 再决胜负 乌林峰正在播出 此身方便 西蒙马布斯 两个不败近身的巅峰对决 消息电报 周志鹏 乌林峰世界冠军克劳斯 一场迟来的亡者之战 WLF金腰带冠军邱建梁 现于泰拳王擅猜 泰拳规则一决高下 武僧伊隆 长岛雄一郎 中国功夫迎接日本变装拳王挑战 一场将被载入史册的赛事 中国重庆 乌林峰全球功能胜利 2015年1月31日晚7点半 现场直播 consulting 正在散 Ama S Go 日本叛生散 西蒙马布斯 体面严重庆取越 楽 gal 乌林峰世界冠军克劳斯 一场迟来的王者之战 WLF金腰带冠军邱建良 现于泰拳王善叉 泰拳规则逆决高下 主僧一龙 长岛雄一郎 中国功夫迎接日本变装拳王挑战 一场将被载入史册的赛事 中国重庆 乌林峰全球功夫胜利 2015年1月31日晚7点半 现场直播 公元2015年1月4日 据武林峰全球功夫圣典开幕 还有27天 经过108天的紧张筹备 武林峰训练营万语市具备 屈膝以待 是一个二叔能详的名字 是一张坚强刚毅的面孔 是一颗充满斗志的红心 执着 只为那一刻的爆发 在这斗志昂扬的场地上 他们将洒满自己的汗水 在这三周时间的集训中 他们将积聚最高的能量 2015全球功夫圣典 武林峰十一勇士 为梦想集结 向光荣出发 武林峰全球功夫圣典 我来啦 好 魏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WRF环球全球功争霸赛 走进陕西魏南的比赛 下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场 中国队巴西男子75公斤级比赛 我们已经有本场比赛的蓝芳 他是2010年 WAKO世界自由搏击南美冠军 有请布洛诺米兰达 WAKO世界自由搏击南美冠军 Direction Gene Kero Y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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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来自巴西 布洛诺 米兰达 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 他来自WRF武林峰训练营 他是武林峰中国泳士 2013年WRF75公斤级 着际交代拥有请孙文强 两个欢呼的送给孙文强 比赛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是在陕西的魏南 魏南带来是武林峰黄牛乔 在男子75公斤的一场比赛 而红方是来自这个大东西 世界经济武术交流中心的随位墙 而蓝方是巴西的布洛诺米兰达 我们从身材来看 这个孙文强明显要高出这个巴西的布洛诺米兰达有将近10公分吧 但是我们也看到巴西的这个布洛诺米兰达 因为他身材不是很高 有就1米70这个样 但是他的上身的力量很发达 你看他对自己头部的防守和他出拳的这个力道 这个选手训练有素 之前我也和他的经纪人 他说这个选手不仅能打战力 他更多的还非常喜欢打MMA 漂亮的转身后头 从他的这个出拳 包括转身后头 包括从他的防守 前百加后直 这个动作来看 他应该在这个力道上属于这个A力选手 这个选手技术非常好 技术非常好 今天可以说孙文强碰到一个枪手 这个枪手我是说他的技术水平 身材不高 但是技术非常的细腻娴熟 包括全队的组合的 连贯性啊 还有他的攻防意识非常好 你看 接着有扫机 非常连贯 非常连贯 要知道这个红方选手孙月强 是WF的周际金腰带的应用者 而巴基选手这个布鲁罗米兰达呢 曾经在2010年获得过WAKO世界自由搏击南美的冠军 你看布鲁诺的刚才一个反击动作 他对自己头部的防守 按说刚才这个孙维强后手拳打的是很重 哇 漂亮 哇 这是我们在这个代赛当中能够娴熟利用这种高难动作还是第一次见很少见很少见 动作太娴熟了 反击动作非常快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很高 双方第一回合结束 好 让你把手抝制好 双方 就是这样 这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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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投 这个战术的安排 多么的灵巧 基本上你肯定有意识要低头 你低头马上起前高扫上投 从这一个组合就看出了 篮方选手布鲁诺的这种 战术的意识的思路 转身的后登 你看布鲁诺的制宫的线路 第二回合倒计时 这是布鲁诺在今天比赛里面 第二次演这个技术 但是现在他体能已经下降 体能已经下降了 他这个动作没有在 第一回合比赛那么精彩漂亮 双方第二回合结束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男方选手 你得布鲁诺 你怎么第二回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战运速的调整 安排非常快 他的打法已经和第一回合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看这双方的第三回合 他这不一样就是说他的主动进攻的意识 第二回合显现出来了 你看这个布鲁诺的这个反击 这个布鲁诺呢他身材不高 但是力量很好 动作的这个协调性也很好 就是说他全体的组合的协调性非常好 不是说他没有弱点 因为他身材不高 力量好 速度这种协调性就好 而且你看他的全腿的这种组合 这种线路的一种变化 是吧 总想要是前加后直 当然现在也看到蓝王选手布鲁诺 现在他的这个体能已经和前两回合有所不同 就是说第二回合冲得太猛 冲得太猛 现在也影响到他第三回合的比赛的出拳的这个速度 就是在体能的分配上就第二回合冲得太猛了 这时候应该是给这个孙雄强有些机会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蓝王选手布鲁诺在压着这个速度 就是一种压迫似的 我不给你这种距离感 因为我身材比你矮 矮有将近十公分 那我不给你距离感 我们往前压 这样是你的推法无法 进入试掺 你看现在这个蓝王选手布鲁诺米兰卡 他那个距离的控制 他就知道你要起立 一起立我把逼上去一个后置 就在拳法的一个线路的这种变化上 现在孙雄强还真的要向他学习 现在就要看在第三回合比赛里面 你的有效的击打的次数上 出拳不多 就看谁的击打的有效次数上 现在这个孙雄强只能提 他的一个后高扫 你看他那个版权的力量 是很大的 就是说 就在有效的击打上面 就在线路的轻易度上 这个蓝王选手布鲁诺米兰卡 觉得他很好 这就属于一种有效感 就是你出拳了 但是你不能打到的 还是最后的十秒钟 稍后再踢了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真的精彩 精彩在双方四军立敌 比方会很接近的 快点 快点 今年宣布比赛结果 1号策判员27比30 2号策判员27比30 3号策判员28比29 比赛结果 蓝方热 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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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对手很强 这个我不得不承认 他的拳腿组合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他的防守 还有虽然说他个子比较矮小 但是他的体重特别大 他降了很多来打这次比赛 他很重视上比赛 我自己没把距离控制好 像他的身材比较小的选手 我没有把我的中远距离控制好 这是我回忆要加强训练的 武僧一龙泰国之战表现神勇 一赛结果举意外实力 既然不能输得明白 那么就要赢得漂亮 乌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陕西渭南战 一龙对战 北东连腾大瓦 二番战再决胜负 乌林峰收获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林峰全球公民的胜点 2015年1月31日晚7点半 现场直播 这里是WRF环球拳王争霸赛 走进陕西蔚南的比赛 本场比赛是由陕西优势多评 文化传媒主办 下面这是一场中国对俄罗斯 男子70公斤级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芳 他是2012年WAKO自由搏击世界冠军 2013年自由搏击世界冠军 2012年13年14年俄罗斯自由搏击冠军 有请加斯帕里安阿图尔 好 下面有请门场比赛的红方 他来自WRF武林峰训练营 中国泰拳锦标赛冠军 有请中国勇士张德仗 掌声送给张德仗 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陕西的卫南 为您带来的是黄德乔 正马赛男主70公斤的比赛 红一方是达来自武术训练营的张德正 蓝方是来自俄罗斯的加斯帕里安阿托 我们从这个俄罗斯的加斯帕里安阿托 他的出场来看 这位年轻的小将 出场看听不懂 但是到场上一看不一样 因为这个加斯帕里安阿托 今年是20岁 而他的对手张德正今年是24岁 他以前是我们中国国家太监队的一名优秀艺人 也是河南周克尔 你看他对手加斯帕里安阿托 他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就 拳一腿的动作 因为他这个早腿动作真的一般 俄罗斯的加斯帕里安阿托 他的拳马不弄 就是说他这个出拳的速度 我们说他的出腿的动作一般就是他这个腿法的砍杀力 但是我们赛前在聊天跟德正在一起也说 就是你现在为什么出腿动作 而拳法比以前明显的这个 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的原因 就是说他说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我更喜欢用拳 而很少用腿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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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正第一次在我们武林峰亮相的时候 他是和周志鹏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里头我们看到他犀利的这个 腿法的砍杀力量 从此以后在我们这个比赛当中 真正看到他那时候的腿法犀利的进攻越来越少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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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德正更多的喜欢这个前直加后直 这个打法 对啊 对啊 大家也知道有意识 如果广靠腿法的这种进攻的话不行 对啊 对啊 这两个前直加后直动作实际都被这个 加特帕里安给他防住了 真的没打进来 嗯 第一回回听倒计时 漂亮这个前直选 漂亮这个前直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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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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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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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